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就开着车出去封 没有没有没有 我 我就跟小叶子多聊了几句 聊天还带着浓妆啊 以后有了车就更要注意安全 绝不可以酒后开车 更不要整天都想着开车出去封 记住了 记住了 徐大夫 其实我 有事明天再说 锅里包着老亚汤卸了妆喝点 赶紧睡 谢谢徐大夫 这 看没看哪 凉的 没看 没看 我不是说买房这事不应该 我是说买房和结婚这种事不应该 师傅 你今晚这造型也太帅了 你们点赞 你这词传得也太硬了 你都怎么想的呀 这导演真是什么都能想出来 根本就没按台词说 那 那你记性发挥的 那女的不按词说 我有什么办法 那你更厉害了师傅 厉害个屁 星座管这叫水逆 怎么就水逆了 我就没觉得 那徐子凌也不是什么好人呢 也太能说了 也就是师傅你吧 一般是谁坚持得住 再说了 别说徐子凌 现在大街上随便揪一女的出来 哪个不是灵牙俐齿 能言善变 能把死的说成活的 我不就是当了演员 去赚点钱吗 是 我拿人钱财 我替人演戏 我不该这么多要求 不是 但是你你 徐子凌 你也不能这么急对我 是不是 你说我跟你有多大仇啊 说话说那个狠 昨天坐车不给钱的就是他 把我车钥匙扔的也是他 得我去演戏的还是他 要不是他 我车能被拖走吗 昨天你跟我说的那个人就是他 这 这也太巧了 好死不死地录个节目又碰了他 你听听 说的话说得我跟臭狗屎似的 你把我说成臭狗屎 你就香了 最可惜的是 录个破节目还是直播 直播怎么了 小美她妈看见了 说耳机屁股 让小美跟我分手了 我告诉你多少次了 我不是徐子凌 你才神经病呢 我跟老婆跟你理 帮我副主编哪 我不知道是您 我还以为您也是找徐子凌的呢 徐子凌啊 他还没来呢 好的 好的 徐子凌 徐子凌 全世界就是要徐子凌了吗 小姐姐 看见我们老大徐子凌的快递了吗 快了 快了 不知道就不知道 你打我干什么呀 我飞就是飞一下你看见我们老 再说一次个名字 信不信我撕了你 不说不说不说 你别打呀 老大快 出大事了 小柳怎么了 你又惹他了 我没有是你惹他了 我都还没来呢 怎么惹他了 就是啊 你们有来社里的电话都打爆了 那个谁谁谁和谁谁离户的时候 都没有这么火火 去新讯和腾浪网站不完全统计 你也知道今天早上八点 反对你的毁灵团和支持你的包子党 他的比例是两万三千八百七十五 比一万七千三百零四 你看 什 什么包什么什么团 毁灵团就是毁徐子凌的意思 就是黑你的 包子党就是保护你的 都是挺你的粉 徐子凌 你上什么相亲节目 你胡说八道热什么呢 你大脑接的全是你电话 你脑子被驴踢了 干什么 不敢证实我是吧 挡口水 你摆出那副不可一世的样子 给谁看呢 徐子凌 当初要不是社长的份上 看你态度积极 可怜你 我们根本就不会录用 你这种医科学校的毕业生 可你呢 不知感激 骄横无理 自由散漫 没上没下 玩乎之手 刚来社里没有两年 看把你给狂的 还好意思满嘴的 新闻理想职业报复 生怕别人不知道 你是个记者是吧 你说说 哪一次出去采访 不惹祸声势 组长 我们老大的 对 你还养了个胖宠物丁爽爽 你不计后果 他找不着调门 你俩真是绝配呀 算算 算算 给领导惹了多少麻烦 给社里带来多少负面影响 领导每天不用工作的是吧 整天给你们擦屁股就行了是吧 心多大呀 白天王主编刚批评完你 晚上就去做节目了 在大庭广容下公然相亲 言辞如此地激烈 你把领导的颜面置于何地啊 把杂志社和西门工作者的职业操守 置于何地 王琪 你当着主子面召唤得真够卖力的 说什么了 注意言辞 我就这么说话 我就这么说他 怎么地 我是医科学校毕业的怎么了 我从来社里我是迟到早退了 还是消极代工了 我从来没有因为我不是新闻专业出身 我拖过社里后腿 我也从来没有因为 我没有上过新闻专业的课程 写那些驴唇不对马嘴的狗屁文章 你呢 你倒是新闻专业毕业的研究生 你来社里的时间比我长 你跟拍过什么热点选题 你发表过什么文章 你做过什么深度采访 你来杂志社养老的吗 杂志社给你的工资 你拿着不烫手吗 你天天收拾我们的前辈 你除了会教训那些新来的员工 欺负老实八教的丁双双 你还会什么呀 对 你会 你就会跟着领导后面 一天到晚的巴结投机 对上鳄鱼奉承 对下甚是凌人 你最会的就是 胡家虎为见风使舵 你把杂志社搞得一片乌烟瘴气 你杂志老师就教你这样 做一个新闻工作者吗 好好好 你已经给咱们的工作 带来了很多的影响 就不再耽误大家时间了 这件事过两天再说 谁跟你过两天再说呀 就你这二货 姐不伺候了 那你就给我滚蛋 现在立刻马上带着你宠物 走就走 干吗去啊子敏 这怎么回事 怎么还宠物了 社长 情况是这样的 好 徐子敏在电视上抽烟不驯 给杂志社带来了恶劣的影响 我正在替社里清理门户 赶走这个害群之马和他的宠物 他也是不想说 的 所以说 你没有想 先想说 我跟她一样 跟她一样 然后她介绍 我能估计 你还能狠达 和她的事 你知道是 你知道吗 我现在郑重地询问你 你还愿意继续 留下来工作吗 别的你不用担心 设立已经决定 专门为你 开辟一个新的栏目 专门教女人 如何挑选一个好男人 题材 稿件 采访 都最大限度地给你自由 有你权权负责 你有兴趣吗 我现在知道 你随便可以 也有一些 东西的 放心 一定做得到 新专栏下周二看出 只有六天了 时间仅任务重 不过我相信你有这个能力 谢谢社长信任 我保证完成任务 好 享受一下升职的快感 然后尽快开始工作 是 我给您安排了 今天的电视访谈 五间黄金档 非常新距离 为你的新专栏宣传造势 上电视啊 害怕了 一招被蛇咬十年怕紧身 不怕 多咬几回 就有免疫力了 不能知道 是 我的销售部只认六个字 手识 高效 业绩 一个连时间都无法掌控的人 也就无法掌控它的客户 业绩更无从谈起 我的销售部 是绝对不允许的 下边五位组长 可以开始分别挑选 你们新要的组员 会后马上投入工作 卫兰 你先说一下 你想要的新组员的名单 我交到的名字 一会儿都跟我走 张涛 到 陈明 到 陈小平 对不起 我打断一下 魏经理 你这份名单有失公允吗 你把综合评分 丢在前面的人都敲走了 别的组的人怎么办呀 最优秀的人 当然应该取最优秀的组 你不觉得这么做 很不公平吗 公平 这世界上有什么事是公平 要公平的话 请回家躺在床上做梦去 你 请回家躺在床上做梦去 我今天来不是和你吵架的 我是觉得我们应该公平 合理地分配优秀员工 这是我的名单 想搞平均主义 你就不应该进销售部 又不是 你别太过分了 你当着新员工的面 不要破坏我们销售部的形象 白经理我必须要提醒你 业绩 才应该是我们现在 好 冷凉一点 你到底怎么了 天天在公司里扮仇人 我真的是受够了 公司禁止员工恋爱 太会让人性了 人力职员部不是已经说了吗 公司不是禁止员工谈恋爱 要谈恋爱可以 只是一方案 必须辞职或者调离 那万一要是哪一天 我一分神 张嘴直接就喊你老公怎么办 那我就一录到底 销售经理变草根 直接打回社会底层了 你叫我去哪儿了呀 我去哼眼科技那儿了 那不是有一个 三 二 我说实话 你不许生气 说 我去乌鸡花园手楼处了 我去乌鸡花园手楼处了 去那儿干吗呀 你跟我在一起都两年了 房子 车 钻戒 什么都没有 连牵个手到头都摸摸的 甚怕公司的同事看见 我真的不想这样 我这样太委屈你了 你真好 我想给你一份依靠 我想让你幸福 我敢求你嫁给我 好啊 你说什么 我说 好的 是 我还没有准备好我们的家呀 鞋动不重要 房子一定会有的 我们可以一起努力 赠钱来啊 重要的是有你 哪里都可以是我的家 未来 我爱你 我也爱你 等等 我们明天去登记吧 爸 好 走鞠啊 走鞠 一笔带的一笔带的行 走 二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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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咋没看到你啊 你这躲谁呢 我没躲谁 我活动活动 你咋来了 我来看看你啊 给二婶拿点水果 见外了吧 来就来吧 拿过去你自己吃 你这拿都拿来了 你这气色挺好的 啊 还凑合吧 二叔的心脏不好 大夫说了 得需要静调 尤其是不能受到那外界的刺激 那咱回家说 回什么家呀 这天多好啊还能锻炼 就在这儿说吧 这是还是我前两天跟你说那事 我这不要结婚买房吧 我想把放在你那儿 那八万块钱拿回来 你说你们把钱放在我这儿 是不是对二叔我的信任 你说我能辜负你们 对我的信任吗 你看现在什么部长 连银行的利器都提了 对不对 你说以后你要真要结婚了 用这笔钱 二叔还好意思给你拿八万呢 怎么不得多给你弄点 是不是 所以啊我这一琢磨呀 我就拿这钱我炒股了 你炒股了 那那那后来呢 就就没有后来了 咱们这没有后来了呢 就是没了 八万块钱炒股炒 炒没了 不光是股票还有基金 那那基金呢 基金还不如那股票呢 不是 二叔你 不是那我怎么办呢 那我买房子钱 你坐下 坐下 坐下 不是 二叔你别闹 谁跟你闹呢 不是你二叔你 你不能这么对我 你说我这首付钱凑不上 房子买不起 那我拿什么娶小美啊 我跟你说 你爷把你交给我 就是让我为你的幸福把关 像小美那样没有房子 就不结婚的姑娘 咱也敢娶 她嫌弃咱 咱还嫌弃她呢 就不说别的 就小美她那个妈 那是个典型的前串子 我跟你说 以后你跟小美真的要结婚了 她够你喝一壶的 我跟小美这么多年感情了 她人不人我知道 你这儿终于接我电话了 打打打 你打什么打 你这样不让人睡觉啊 你这儿终于接我电话了 打打打 你打什么打 你这样不让人睡觉啊 起点了 不上班了 你怎么又来了 我妈不让我见你 我来给你解释啊 别说了 我妈还生着气呢 都不让我上班了 你别添乱了 你赶紧走吧 不是 不是 我见不了你 我心里放不下啊 你这不是见着了吗 不是 妈 你干吗呀 别以为死权烂打的就行 哪来我都给我哪儿待着去 走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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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妈 妈 妈 我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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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 而且呢很多人反对你 那这样的话 你是不是要考虑一下 改变你这个 女权主义的立场呢 我并不是女权主义者 我没有想那么多 我只是说出了 大部分女人想说的话 让男人们更了解女人 这个是我上节目之前 他们给我的一个访谈提纲 那你也有一份吧 我真不擅长这些死记硬背 学不来别人 给我写的这些答案 既然这样 就这样吧 子凌你真够有个性的啊 那咱们再回到这个话题 夏丽楠你到底不能接受的是什么地方 我概念中的夏丽楠 不是指某一个人 而是指一种非常自私的观念 这种观念认为 女人天生就应该为男人和家庭付出 还要理所应当地 接受男人提出的任何要求 不管这个要求是 是合理的还是过分的 和男人同甘共苦 赡养父母 养育小孩 还不能有任何怨言 一旦要求男人提供一点 基本的生活条件 就变得不贤良输得 不温柔贤惠 不善解人意 持有这种观念的男人 就是在给自己不奋斗 不担当找借口 说到底 就是打着爱情的名号 以婚姻为手段 绑架女人 给她当老妈子 好奇妙 太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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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大家都说我炒作呢 不妨我在这儿 就插播一个小广告 下一期的 《宁州娱乐周刊》上面 有我的专栏 我会再仔细地 和大家探讨这个问题 也欢迎那些 反对我的毁灵团们 欢迎你们来到 我们周刊的论坛 结拜为官 组团批判 这次也和大家胜利 我们嘉宾的观点 仅代表了个人 与本栏目无关 你在栏目当中呢 不仅抨击这个夏丽男 而且呢 还强烈地反对裸婚 我想问你 是不是因为 你不相信爱情呢 爱情跟婚姻 本来就是两码事 谈恋爱嘛 靠嘴就行了 婚姻不一样 婚姻是很具体的 具体到每一件事 吃喝拉撒睡 行动做卧总 谈恋爱呢 头脑一热就可以开始了 可是结婚 光靠头脑热是不行的 带来的将是一大场灾难 所以广大的女同胞们 你们一定要考虑清楚了 都考虑什么呢 遇到一个好男人 你会幸福一生 但是遇到一个渣男 就会毁掉你的一生 你逗个屁 你这是赤裸裸的骑士 公开宣服 我没有三个两个的大款 给我买车买包 我不哭穷都不错了 我到哪儿来的宣服呀 另外 我觉得你对骑士这个词 理解得不够准确 比如现在 你利用你男士的体力优势 公然对我人身攻击 人证 物证俱载 这才叫骑士 你 同学 记得下次 不管再怎么激动 也不要乱丢鞋 好可爱 太棒了 太棒了 你还没这么见过 真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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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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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法无天 无法无天哪 徐子凌居然当众撕了采访提纲 这让我们以后怎么跟电视台合作 必须追究她的责任 就为这么点事 姐夫啊 对 表姐夫 跟你说了多少了 在单位要喊社长 社长 他哪儿是撕采访提纲啊 他是撕你的脸哪 撕脸哪 社长 撕了就撕了呗 我这老脸算什么 再说在采访提纲 他怎么写 都是写陈词赖调 还不如人家徐子凌的现场发挥 那他现场是尽情地发挥啊 胡说八道 大放军词 现在抗议电话都打爆了 你也不想一想 节目播出之后 我们官方微博的粉丝 会增加多少 杂志的预定会上升多少 我们的关注度 会提升多少 这几个抱怨的电话 有什么用 社长啊 抱怨的电话没什么 但是这是 你往这看 那水母有毒吧 可他还是被人养在鱼缸里 为什么呀 因为 因 因为 因为他没有脑子 社长 你先背光 我有没有脑子 咱就说许子凌的发言 他的发言 导致现场观众扔邪泄愤 影响恶劣啊 你动动脑子 好好想一想行不行 我动着呢 娃娃 我为什么千辛万苦地 安排他上这个节目 因为 因为 因为那是直播 说 只有直播 扔鞋子的画面 才不会被掐掉 他那么喜欢发挥 那么 怎么让他发挥好 才是需要我们 尽心策划的 扔鞋子是您安排好的 明白了 这么说我就全明白了 以此推断 宝马广告 也是您安排的 放屁 这不是啊 那是我能安排的吗 这恰恰是我 最欣赏许子凌的立法 虽然宝马广告 不是我安排的 不是 姐夫 你说话快点吧 姐夫 杂志社有了他 未来未来更精彩 情不精彩的我不敢说 反正会更加嚣张 你叫我到咱俩正后门来干吗 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忙的 老大你千万别回办公室 投诉电话又打爆了 老王发标了 那是啊 访谈一结束 他就跑到市场那儿去了 你知道那稿子是社长给电视台写的 你当着这么多人面 在电视里面把稿子给撕了 老王肯定又会说你狂狂自打 连社长面都不给 然后呢 然后肯定社长就发标了 再然后呢 再然后 那你那专栏的小费就不保了 最后呢 最后 最后 难道你也会被扫地出门 我去 老大 我真的不敢往下想了 你跟他想办法吧 你傻呀 你担心的这些都不会发生 社长不会生气 专栏不会被拿下 我也不会被辞退 为什么 因为我今天在直播中 撕了专访的稿子 又做了一会出格的事情 成为了话题的中心 搏了大家眼球 给了大家谈资 那许子凌的关注度就上去了 许子凌的专栏 当然会有人看了 而且我今天在节目中 还给我们杂志社 做了一次免费的广告 社长才舍不得开我呢 至于老汪给我扎针 他愿意上窜下条鬼 不然的话 随着去吧 怎么了 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不问 你说我没钱又没背景 没能力 还有这个体型 你那么霸气 你是不是打心眼里面 就鄙视我 你笑什么呀 一个车是不是好车 不在于它的排气量 不在于它的内饰 不在于它是否出自名门 更不在于它百米提速有多快 这些都不重要 关键是在于 它能否载着乘客 经历风雨和坎坷 安全到达终点 评价男人也一样 有多少钱 有多大权 有多高的社会地位 这些都不重要 在我许子凌眼里的好男人 就是要有责任 敢担当 能为家人遮风挡雨 小毛病小缺点 只要保养好也不重要 没错 你是胆小缺心眼 业务能力也不咋地 不过你愿意跟我一起 出身入死跑新闻 在危难时刻 你肯定是第一个 站出来给我挡枪 我们还一起跟社里 那些恶势力做斗争 这些才是最难能可贵的 丁爽爽 你真诚 善良 踏实 能干 是个好男人 相信有一天 你会成为一个 品质优异的好车 老大 你真的不嫌弃我 我说了那么多 都白说了什么 真讨厌 我说话很贵的 徐子凌的个人简历 徐子凌的高等资料 毕业诏书 大学资料 拼有合同 按照徐子凌履历的 时间顺序 一次曝光 前面加上一句话 这么写 说徐子凌在大学的时候 就特别喜欢出风头 等会儿 等会儿 高中吧 自号加大 再大一号 再大一号 最大了 怎么不嫌大呢 那行 那个前男友照片 人事部也不留男朋友照片 屁啊 真不留 我说错了 我 我再问问 PS 否则是奥巴呀 我 不 小方 不是我说你 真的 新闻是什么 是发现 是结构 是 创造 创造靠什么 手段 PS是不是手段 是 P 子惠 让我钱 这什么 这我拍他那破车那照片 选一张车牌清晰的 放大 然后用什么 用屁吗 真实事件 屁什么屁 不 小方 真的我不是说 你每次都说知道 知道完了就犯错 犯完了再知道 知道了还再犯 既然你说你知道了 就不要再犯错了 既然你犯了错 你就再信 你们敢说话 我 我帮你续杯 我帮你续杯 还站起来了 师傅 师傅 十号火了 没戏都火多少年了 是十号女嘉宾 在电视上骂你是夏丽楠 那个女的 她现在好几个个人资料 被人人肉出来 全都发网上了 你看 这是哪个雷锋 替我报仇呢 你这还泼妇还开一迷你 还宝马呢 难怪那么嚣张 开宝马就要嚣张啊 开宝马就要高人一等啊 就是啊 开宝马就高人一等啊 是不是你去 去给他改成夏丽去 你也不知 再开宝马就要 你怎么看 这是哪个雷锋 这就是 嗯 我看看 你那时候 我喝了 我喝了 没喝了 我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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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是 是 是 姐 你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来就是来提醒你 别那么爱出风头 你都知道了 你现在惹得满城风雨 我想不知道多难 姐 你这三年怎么不联系我们 也就算不为你自己考虑 也应该为你妈考虑考虑 那也是你妈呀 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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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 师爷 姐 你干吗 她是往这边跑的 这边追得到吗 刚才跟谁说话呢 没事 老大 你下手也太好了 你要是真跟我头上 那我那就是 那不就瞎了吗 妈 每天都这么晚回来 把家当宿舍 我最近比较忙 你什么时候不忙 我最近真忙 社长要给我开个专栏 写什么呀 女明星怀孕 男明星包小三 等我有了专栏 我就不用写这些了 我就可以写我自己想写的东西 写得再好 在那些八卦杂志上也没人看 那专业不对口 正经媒体单位又不要我 你要我怎么办 等我有了专栏以后 我就不用写这些八卦新闻了 我就要做好自己的专栏 证明自己的能力 将来我就可以 在大报社里面报道社会新闻 白灭了五年的一学圈 偏见 你瞧瞧人家鲁迅先生 不也怀抱着为国为民的 伟大理想七一从文了吗 好了好了 时间不早了赶紧睡吧 妈 你最近跟我姐联系了吗 她跟你联系了 没有 上次你把我爸骂走的时候 也没说问一下我姐的 住址电话和工作单位什么的 她知道我们在哪儿 她要是不想联系我们 找她也没用 你今天怎么想起问这个呀 我姐不要过生日了嘛 我有点想她 来来来来来 你在干吗呢 怎么了 给我给我 我来 开个红酒也不费劲 那咋来了 你今天是女王 那我伺候你吧 就今天是是吧 一直都是 少品酒 玩真好 新婚快乐 新婚快乐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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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